男孩只是敲了一个爸爸的头 结果爸爸就把他拖进厨房里 给炖了 还用上了炖肉的18道材料 因为今天是大儿子女友的生日 为了招待他 爸爸炖了5个小时的肉 端上了餐桌 一家人吃的那就一个香 可只有女友大漂亮发现了不对 并且问到最小的弟弟怎么不在了 而淡定的爸爸却一脸淡定 说的太不听话了 又刚好家里的肉吃完了 我就把它给炖了 随后就好像在盯猎物一样 盯着大漂亮 大漂亮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谁都懂虎毒不食子的道理 可妈妈却接着说 他们一家一直都是这样 本来还想留着过节在吃 结果他却不听话敢打爸爸 大漂亮终于意识到 自己吃的居然真的是小男孩的肉 他赶紧跑进卫生间里狂吐起来 却发现了更可怕的是 马桶里的水不仅变成了绿色 还好像有一只眼睛在动 大漂亮想赶紧出去报警 可打开门一看 全家人都挤到了门口 他们根本不给大漂亮求饶的机会 就这样大漂亮也被一家人 拖进了卧室里 紧接着整栋大楼都是大漂亮的惨叫声 没话的功夫 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可只有大漂亮活了下来 男友的一家人却全都被杀死了 原来大漂亮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其实肉是真的猪肉 一家人也全都是正常人 只有大漂亮在精神发作时 才不及后果的杀害了男友一家 太奇葩了 男孩居然在万米悬崖上写作业 可刚写不到一秒就困了 男孩使劲拼命的睁开眼睛 想继续写作业 可还是不行 于是就想刷手机提神 结果手机却不小心掉下了悬崖 男孩二话不说也跟着跳了下去 据说好心人点赞关注 就可以把他救上来 可万万没想到 男孩却掉进了火山里 找到手机后 又拿起笔记开始写作业 结果因为太热 他又困了 这样看就要开学了 作业还差一大半 每次为了提神 男孩都会刷一会儿手机 可就是越刷越来劲 一看作业就犯困 于是他想到了好办法 他来到了喜马拉雅山顶写作业 这里零下三百来度 动的脑袋瓜子都挡挡的 写完作业肯定没问题了 可万万没想到 他的手也冻僵了 根本没办法写作业 最后男孩拿来了一堆炭火 把作业给烧了 这真是太惨了 几天后男孩为了完成作业 更是做出了新田地 他把作业放到气球上 想让作业飞走 万万没想到 哥哥却是个狠角 他拿出了一把M字 荒唐就把气球给崩碎了 没办法他只能继续写作业 结果不会做 他就用骰子来选ABC 哥哥看不下去 就用吸尘器把骰子给嘎了 你以为这下他就没办法了吗 不不不他拿出水晶球 用法术来确定 哪个是正确答案 这个把哥哥给气坏了 于是就拿出了一把锤头 二话不说 就把水晶球给砸碎了 为了避免尴尬 哥哥还喝了口水来压压惊 结果弟弟却拿出了喷火器 要把作业给烧了 这个把哥哥给吓喷了 赶紧阻止他 没了折的弟弟实在是没折了 只能安心的去做作业 可下一秒他就消失了 哥哥一看全是懵的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弟弟 该怎么办呢 这里绝对是懒人的天堂 美食从来不用自己做 只要会抬头就能接到食物 早晨受气压的影响 这里会下煎蛋和培根雨 吃饱后的半个小时 又会下橙汁雨 还是加糖的那种 请大家准备好干净的雨伞 中午饿了就会下鸡腿雨 不希望鸡腿还有火腿肠 但大家千万小心 头部安全 下午四点 就会下宝宝们最喜欢的甜甜圈 局部地区还有彩虹糖雨 晚餐会下面包和披子雨 那么饭后的小甜点 就是人人都爱的冰淇淋 多的吃都吃不完 可垃圾怎么办呢 放心 有专用的垃圾车 会帮大家清理 保持环境卫生 在这里你都不需要工作 更不需要上学 只需要每天关注天气一报 准备好餐盘就行 简直太哇塞了 可你绝对想不到 这都是一个小学生的杰作 铁袋从小就喜欢搞研究 为了解决同学们的鞋带问题 他把自己发明的强力胶 喷到了脚上 可这玩意儿那是随便喷的吗 完了 穿上后就再也脱不下来了 铁袋尝试着用班子扣 用剪子剪 甚至用铁柜去砸 但都不行 想想白天遭到同学们的耻笑 铁袋对自己绝望透了 直到妈妈给他拿来了 一件研究院的衣服 希望他坚持梦想 在妈妈的鼓励下 男孩决定勇往直前 于是他六岁就发明了生发液 只要一底再平的头 都能秒变成猴 十岁又发明了混走的电视机 只要一按开关 就会自动走到爸爸面前 可一旦选择左右 电视机立马就会离家出走 十三岁发明了潜艇 但自从沉下去 就再也没有上来过 十五岁发明了猴子翻译机 最后十八岁的时候 还把老鼠和鸟的基因结合 变成了灰飞的耗子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废材 却在未来用自己最不靠谱的发明 拯救了世界 这是个奇怪的小岛 所有人每天必须吃沙丁鱼生存 就连小孩也要为沙丁鱼土的泡泡水 才能活下去 为了让沙丁鱼好吃些 他们把沙丁鱼早晨煮着吃 中午煎着吃 到了晚上就把沙丁鱼 当成培根夹着吃 有的人还把它晒成了干 做成糖果 甚至当成饮料喝 巨难喝 他们每天生活的苦不堪言 直到这天出现了个小男孩 他决定要拯救这个小岛 做一台专门制造美食的机器 于是他发好图纸 经过七七四十九个小时的编程后 铁带的机器在一群代码中诞生了 但这机器恐怕就他自己敢用 可铁带就是越脱越勇 他重新改进 又将机器的周围插上 九九八十一个电源 随后在机器里倒满一吨的废水 然后按动五颜六色的开关 就等奇迹的发生了 铁带赶紧去接住希望 眼看这汉堡马上就出现了 结果光当 原来是家里的电力不够 波斯新的铁带又把机器带到了电力厂 趁人不注意 把电厂的电卡巴 插进了自己的机器上 这下惨了 由于电力太足 铁带直接就被绷上了天 在天上飞了一万来圈后 又跑到人群中兜风 最后又在地上蹦起了堤 铁带拼命的想要拉住他 可就是用大脚砂 也没能留下美食制造机 完蛋 他上天了 就在铁带又一次绝望时 天上却掉下了一块饼干 一转头 铁桶里还有块芝士 再抬头一看 被惊呆了 原来天空出现了一朵五彩云 下一秒 还下起了汉堡雨 铁带拿起一块就塞进了嘴里 哇塞 太美味了 它成功了 这下小镇再也不用吃沙丁鱼了 从此他们只需要准备餐盘 守着天气预报 就完全可以享受到美食 而且会根据天气的情况 来分配食物 有墙气流食 就会下比较轻的鸡蛋培根雨 有乌云的情况 就会下可乐雨 如果是晴朗的天气 就会下鸡腿雨 每到周末 就会下小朋友最喜欢的彩虹糖雨 还有美味的甜甜圈 一旦遇到冷空气 还会下冰淇淋雨 看到美味的食物 小朋友们开心极了 食物要是吃不完 还有智能的垃圾车帮忙清理 这简直就是懒人的天堂 一世间铁带这个废材 不仅成了小岛上的英雄 还找到了真爱 他亲自建造了果冻宫殿送给女友 简直幸福极了 可就在他天真地以为自己拯救了这个世界时 现实却给了他一巴掌 因为一场巨大的美食浩劫 正在悄悄来临 男人只是舔了一口手指 结果一张诡异的纸 啪哧就糊到了他的脸上 再下一秒 更惊呆了 一颗十万吨的甜甜菌从提而降 不远处居然出现了意大利面龙卷风 还一秒3600m的速度 向城市进发 所有人都开始被巨大的食物追着跑 一个大西瓜一不小心就会砸中懒惰的人 学校也被一个大饼给盖住 雕像被蛋糕糊的满脸都是 就连巴黎铁塔也被穿成了串 最可怕的是 连万里长城也被一根巨大的玉米给碾压 难道食物真的能毁灭世界吗 铁蛋赶紧回到基地去关闭自己的食物制造机 却被市长一把拦住 因为他的这台机器为市长带来了不少财富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参观 脱手可得的财富 市长根本不可能放弃 还一把就把关闭制造机的控制站给摧毁了 这下完蛋了 失去控制的机器在太空彻底疯了 他拼命的开始向地球投资巨大食物 导致很多人都受了重伤 铁蛋对自己也彻底绝望 躲到铁桶里不敢出来 直到爸爸拿出了那件衣服 铁蛋又一次重回信心 于是他重新启动了一架飞机 又找到了三个志同道合的勇士 组成钢铁M4 承担起了拯救世界的重担 但制造机已经不是曾经的制造机 他觉醒了意识 一张受了控制的披萨 立马就对飞机发起了进攻 随后无数的食物也对飞机发起猛攻 但最终他们还是凭着智慧 躲过了追击 来到了制造机的核心 三个人就这样跳了下去 我爹妈呀 居然掉进了油锅里 稍有不慎 就会被炸成薯条和渣渣 好不容易躲过一劫 可下一站又来到了烤炉 这里的烤鸡可不是一般的烤鸡 他一口就吞掉了黄毛 万万没想到 黄毛居然和烤鸡融为了一体 还觉醒了超能力 中国武术那也是打得溜溜的 一个人绝对能对抗一群烤鸡 在他的掩护下 铁蛋终于来到了机器的上方 阿珍赶紧用一根绳子放铁蛋下去 结果他却对红豆过敏 只要碰到就会全身膨胀致死 铁蛋不忍心阿珍受到伤害 于是他咬断了绳索 黄毛带着阿珍消灭烤鸡后 回到了飞机上 幸运的铁蛋也终于在大难不死后 发现了食物制造机的位置 可他却不想再被控制 于是他发现铁蛋后 就对他发起了进攻 想好铁蛋足够激进 他偷偷伪装成了火腿 慢慢靠近他 最后他把一根线绑到了一个超级大下上 趁着机器不注意 立马丢上甜甜圈 最后死死的把机器捆绑住 本来想彻底关闭制造机 结果机器却怒了 他拼命的吐出了一堆的食物 地球上的食物都快控制不住了 人类开始把面包披萨涂上防水城 再做成翻船 逃向大海 眼看食物就要开始吞没世界了 铁蛋也终于在最后一刻 想到了好办法 他拿出了自己两百年都没有拖下来的强力胶 将制造机的出口死死黏住 无法释放能量的制造机 终于在最后一刻 把自己给憋炸了 世界终于恢复了正常 可铁蛋却不见了 但往往英雄的归来 总是充满着惊喜 所以敬酒不衰的美好 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千万不要想投机取巧和不劳而获 你见过会开车的狗狗吗 为了救自己的主人 狗狗硬是使出了十八满武艺 就在刚刚 男人由于疲劳驾驶 车子刚上高速公路 他就睡着了 而且睡得比猪都深沉 这不出意外的马上就出意外了 狗狗发现了巨大的危险 想要叫醒他 可就是不想 为了救自己的主人 他使劲地拔出自己的双脚 跳上方向盘 不会开车的狗狗根本不会开车 只能拼命地扭转方向盘 这好不容易躲过一劫 车子却又使进了逆行车道 更可怕的是 前面又出现了两辆大货车 害怕的狗狗只能拼命地扭转方向盘 结果这主人野生命大 车子硬是骑着墙 躲过了危险 但此时的车已经不受控制 在隧道里开始自由玩耍 小狗狗拼命地拽出方向盘 可这主人就是不行 眼看前方施工 已经无路可去 小狗狗拼命地左右扭转 但慌了的他早就慌了 怎么也没能躲开 更可怕的是 车子在撞飞障碍物后 也没能减速 而是拼命地向悬崖使去 结果下一秒 车子在空中旋转了三百来圈后 幸运地落到了地上 又经过八百米的急速旋转 居然跑到了男人的家里 这也太幸运了吧 男人开心极了 狗狗这才惊魂未定地 坐到了原地 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且行且珍惜 这个一百岁的大爷刚睡醒 就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万米悬崖上 再抬头一看 原来是降落伞被挂到了树叉上 大爷赶紧亮出鞋里的两个大砍刀 又拿出了两个九块九包幼的匕首 随后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转身 完美地把刀插进了冰里 大爷一步一步地向上爬 眼看就要够到树枝了 鞋上的刀却咔巴 断了 大爷差点掉下去 幸好降落伞又一次救了他 但冰冻的天气 树干也极其地脆 眼看大树马上就要断了 大爷赶紧拿出一把剪刀 用一只脚的指甲死死地扣住冰面 然后拼命地去割 降落伞的绳子就在树叉掉下来的一瞬间 大爷终于割断了最后一分救命稻草 然后青蛙式地死死扣住牙壁 这可怎么办 大爷是上上不去 下下不来 就在这时 他发现头上居然有个师傅 于是大爷心一横 将手死死地扣住牙壁 一点一点地向上挪 经过一千八百步后 大爷终于爬上了一块突出的岩石 刚想呼吸一口八二年的仙气 结果那岩石却塌了 大爷赶紧转身借助师傅的位置 用一招领薄微步 三下五出二就跳了上去 好不容易抓到了崖顶 眼看马上就要爬上去了 结果却出现了一只凶猛的母羊 他只是闻了闻大爷 就发现此人危险 于是光当 差点没把大爷顶下去 卑微大爷这次肯定是活不成了 结果母羊再次进攻时 大爷一把拽住了母羊的鸡脚 硬是借着母羊的突拽 和自己单身八十年的毕丽 成功获得了自救 真是太刺激了 一对情侣正在喝饮料 却因为嘴太翘就怎么都喝不到 女孩更是疯狂的舔 也没办法把吸管放进嘴里 请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帮助她妈妈 原来男人受到了诅咒 嘴巴上吐下翘的 不仅找不到工作 还遭到很多人的嘲笑 因为她从小就不喜欢听妈妈的话 所以用各种搞怪的表情激怒妈妈 长大后男人就得到了惩罚 不管什么场合 她的嘴都撅着 就连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天气播报员 她也没办法面试过关 直到这天 她遇到了个女孩 我们没想到 女孩也是个绝嘴 我的妈呀 男人直接叮咒一下就被击中了 可笑找到同类了 男人高兴极了 从此两个人开始不停的约会 一起拍照 可你绝对没见过这样吃冰淇淋呢 两个人的嘴巴正在拼命的舔吸管 就是怎么都夹不到 更别提喝了 可他们一点不觉得难过 反而觉得很搞笑 就在男人以为自己遇到真爱时 突然被一个人绊倒 非因为是件小事 可帽子男却不依不饶 反而要男人和他道歉 愤怒的男人特别生气 于是推倒了帽子男 但帽子男可不是吃醋的 一大巴掌就呼到了男人的脸上 这不打不要紧 一打要命了 男人的绝嘴居然被治好了 女孩看见后特别的失望 男人不再是自己的同类 决定分手 就这样 男人因为暴躁 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真是太可怜了 这个苹果成精了 他想离家出走 却被一棵大树穷追不舍 为了能抓住他 大树还动用了葡萄炮弹 原来就在刚刚 小苹果刚睡醒 却发现了树上 找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我的妈呀 这一下又多了三个妈 这谁能受了 小苹果怒了 他想离开这里 于是他整理好行李箱 打算驾车逃走 结果还没找到车钥匙 啪击 那两个含含兄弟 也掉了下来 老父亲一看 这可不行 为了抓回儿子们 他硬是拔出了自己的双脚 一把就抓住了葡萄 还把他塞进了嘴里 下一秒 葡萄就立马长到了树上 这个把小苹果给吓坏了 撒腿就跑 结果还把香蕉给甩了出去 树爸爸二话不说 捏起这个叛逆的儿子 就塞进了鼻子里 现在就差苹果了 树爸爸也是拼了老命的追赶 眼看追不上 还发动了葡萄炮弹 好在苹果鸡井 一个转弯 哎就躲了过去 可自己却不小心 一下撞进了房子里 又噼里啪啦的滚了三百来圈 光当 冲进了烤箱里 差点没法烤箱撞出烟眼泪 更惨的是 烤箱不仅直接关上了门 还启动了烧烤模式 完了 这下命中算是要完蛋了 结果 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却发现了他 这下肯定是有救了 就在小苹果准备出去时 两兄弟咔巴 也抓了进来 这下惨了 全完蛋了 真是太高兴了